北京时间1月29日消息 体育仲裁法庭官方宣布 俄罗斯花样滑冰运动员瓦利耶娃 因违反了反兴奋纪规定 被处以禁赛四年的处罚 禁赛期从2021年12月25日开始 作为花样滑冰赛场天才少女 2006年出生的瓦利耶娃 在北京冬奥会之前迎来巅峰 打破多项世界记录的她 剑指冬奥冠军 然而就在冬奥赛场 成为首位完成四周跳的女运动员 并且获得了冬奥团体第一名后 颁奖仪式未能举办 因为瓦利耶娃在2021年底的 国内比赛中驱美她勤成阳性 一时间瓦利耶娃坠落深渊 之后就是漫长的拉锯战 因为只有15岁的年龄 所以瓦利耶娃完成了冬奥会个人比赛 并且等待命运的宣判 自冬奥会后 瓦利耶娃再也没有参加过国际比赛 但在俄罗斯国内比赛中依然强势 如今禁赛令传来 似乎意义也不是很大了 因为瓦利耶娃这一批运动员 目前也无法在国际赛场展现自己